大家好,歐聯八強全部產生 遲些再做一個就是歐聯八強抽籤之後的前瞻 今天講完這場第二回合的賽事 利物浦在作客的環境再輸多一顆 總比數6比2出局 其實預測的時候我都講明了 利物浦逆轉的機會都接近零 因為當年逆轉巴賽是第二回合打中主場 而今天是作客 沒有了顏飛路的氣勢超遠 而且上一季的決賽 利物浦技術層面以及壓迫力 是能夠壓得住皇馬來打 但是今天就做不到這個層次 大家都知道 利物浦這個全場壓迫力量沒有以往那麼好 所以如果想拿到更多的控球率 就必須用到技術層次 以及控制比賽節就是去彌補壓迫力 可惜又沒有了這個塔克亞簡達娜 技術層次就差很遠 壓也壓不住皇馬 被迫都要被皇馬瓜分到進攻的時間 甚至組斷皇馬的機會還比利物浦多 包括卡馬雲加19分鐘的射中尾 皇馬今天根本沒有打算收縮 安查洛提賽後訪問都說 是想用控球在腳方法浪費時間 做法相當合理 因為做到的話就可以保持體能 保持體能 對於下一場西甲打比對巴塞有利 其實利物浦在歐聯出局都不是壞事 今季利物浦飽受雙兵潮影響 班底就不足以支撐多條戰線 沙拿又不喜歡輪換 今天打到下半場沙拿都沒有力 你看到52分鐘沙拿有一個很容易的 超級連結人的推進和直線傳送 她都做不到 沙拿再多條戰線踢下去 更加不輪換的話 就算不受傷都很難再有好表現 結果都會影響爭前四 尤其是熱刺那邊在歐聯出局 熱刺現在可以專心英超 如果利物浦勉強歐聯晉級的話 英超成績都很難回到上去 歐聯又不是很大機會拿冠軍 得不償失 如今和熱刺一起出局 對於英超那邊來講 起碼還有一鬥一下 況且第一回合都真的錯了 輸壞了頭 就是做錯了決定 用了一個十八歲太年輕的巴蹟迪 去打關鍵的十六強手回合大戰 錯流百出 送了大禮物 輸了球 基本上都可以說一指錯 滿盤街落索 去到第二回合的今天 巴蹟迪受傷 高普就不能用他 起碼都會見到 利物浦今天中場再沒有嚴重犯錯 再沒有重大的禮物送出去 上一次在主場 這個年輕人也是嚴重送禮物 但是今天來到作客 沒有了這個年輕人 就沒有再送禮物 事實就是證明了 真是第一回合 用這個年輕人 他頂不住歐聯的大戰壓力 輸壞了頭 基本上就是沒得很夠 那來到第二回合 你會發現利物浦之後 整個三月都沒有比賽 這場都可以叫做 就是試一下 盡本分去踢了他 不用說流力打這個英超 落後5比2就既成事實 那就唯有第二回合 盡一下人事 高普正選陣容四個進攻點 紐尼斯左邊 祖達中間 沙拉右邊 我還加上卡普下去 他今天就打中場 進攻的時候就衝上去 防守時間就落中場中 先不要說效果好不好 但這個想法又不可以說錯 起碼作客都要保持攻守平衡 另一個中場用占士米拿 或者有人問我 反正你落後三顆球 你為什麼不直接用埃利落五個進攻點 搏一搏 那我就覺得始終是作客 作客環境 如果上半場押不住對手 或者守不住對手 那被人再拉開紀錄 就更加不用踢了 而且黃馬在主場打高一皮 他們多了攻勢的話 利物浦要收縮 又不夠防守中場 五個進攻點就不夠防守球員收縮 那就更加危險了 其實以高普來說 上半場出四個進攻點 都已經算多了 而且另一個中場叫卡普 都很進攻型 所以一定要用一個 防守型的球員去配搭 去保持平衡 對手始終是黃馬 就不可以說太過進攻型 可惜 軒達神受傷 唯有占士米拿 用過有些經驗 球員作客環境 壓得住場 都說得過去 高普都可以說 在選擇 正選陣容當中 都有一些想法 希望 進攻可以加強一下 防守又不要忘記 然後可能會有人問 為什麼用占士米拿這個老人家 搞到中場不夠壓迫力 我就會說 事實就是 即使 73分鐘都拿走這個老人家 利物浦一樣 都是壓不住黃馬 黃馬依然有不少機會 還要入球 拿走占士米拿 就是入球 不要忘記 安撒諾提去到81分鐘 才調動 這個就是 摩特力和卓奧斯 都打了超過80分鐘 黃馬都是這麼老的 這群人還要遲些調動 利物浦就早些換走占士米拿 但利物浦去到81分鐘 未一樣又要落口 即是不能習慣占士米拿 這個老人家 即是放在下半場 用張伯倫效果更差 另外 可能還會有人問 看到卡普打個中場的效果 一般創作力不夠 那為什麼真的不用創作力好一點的 艾利諾 那我的答案就是 雖然我也同意 艾利諾下半場出來之後 禁區頂的創作力真的好了 不過高普56分鐘都換了艾利諾出來 那都叫做是 做一個正確的蟹調動 其實都沒辦法 因為你就算怎樣都好 你都是欠缺太哥阿簡達 你都是控制不到比賽節奏 所以你正選用艾利諾不會好太多 一樣是不夠技術型 不夠控制比賽節奏能力 都拿不到壓倒性優勢 那利物浦比皇馬瓜分到控球時間 那比賽品種就變成速度緩慢 假對攻 即是互相收縮防守區域的時間都差不多 但是這個皇馬都有較多的反擊 反映了利物浦控制方面都是不穩定 其次的原因就是 面對密集進攻紐尼斯在左邊 就真的沒有上一季的文尼 這麼有技巧 都是那句 紐尼斯一定要有大範圍空間 跑動加速才懂得踢 例如32分鐘 他可以打快攻 他有空間跑 他衝到左邊 再內切射門是做到的 但是他就做不到 例如整個季 這個是文尼面對密集的組織 直線比羅拔神 技術型突破 所以保持控制權 這些能力方面一定是不夠好 相反 黃馬中場有卻奧斯摩特力 技術層面全勝 大家壓迫力當然也不夠強 所以一比拼技術層次 終歸是黃馬 拿到較高的控球率 有人再問 大戰用卓奧斯和馬 這邊算不算自殺 那我就說 你對著利物浦就不是自殺 因為今季 利物浦中場都沒有什麼運轉力 就掩蓋卓奧斯不夠運轉力的問題 甚至 利物浦是逼不了卡馬雲加犯錯 卡馬雲加今天在中場相當輕鬆 53分鐘 你看到他在中圈附近轉個靚身 都沒有人理他 大把時間送 直線被雲尼斯奧斯衝下去 禁區裡面再傳中 賓斯瑪差點 這次不行 不要緊 去到77分鐘一樣 卡馬雲加輕鬆交上 是雲尼斯奧斯 第二波傳中賓斯瑪必入球 那就入球了 最後一個討論 到底 利物浦他終歸無法逆轉 更加無法追近 是不是沒有盡力呢 答案就是這樣 其實都已經不需要談論 有沒有盡力這個問題 比數本身拉得太遠 利物浦呢 他很難部署 亦都踢得尷尬 利物浦其實不是完全沒有能力和王馬鬥 利物浦主場一開始都先進兩球 但就不可以說有太多低級失誤送大禮 給這個王馬 這樣去贏到這個2比5 即這個比數太大了 第一回合很影響到利物浦第二回合的部署 其實很簡單的 你想想如果第一回合是2比2 甚至利物浦領先2比1 第二回合的部署是完全不同了 肯定不用四個進攻點 即是不用用新的架構 中場那裡舊架構 亦都可以保守一點 你都會想像到利物浦就會踢得有默契一點 好一點 穩定一點 還有心靜一點 基礎打穩守反擊也都可以 即是不需要有這麼心急進攻壓迫 心理又會好一點 你如今拉開所有記錄被迫進攻型心急 當然是很難 加上利物浦也做不到幾年前逆轉巴賽的速率 當然就是沒有能力逆轉 錯就錯在第一回合 真的用了個年輕人送了禮物 這些真的沒得很舊 來到Patreon片比賽彈 我們會說回這個系列賽出現了就是黃馬的進級結果 這個結果又怎樣會影響到黃馬 以及怎樣會影響到利物浦呢 記得要留意Patreon那邊的討論 記得去支持Patreon YouTube 記得多點Like、Subscribe、按鐘仔 給多點有意義的留言 這樣才可以幫到Youtube的增長 謝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 拜拜